歡迎大家收看RTV的一個新節目 五人子弟 我是今次節目的主持Eric 另外還有主持Alpha 其實這個節目主要想和大家探討香港教育的發展 無論是中海教育 還是高等院校大學的發展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每次講一些不同的議題 請不同的嘉賓 大家見到今天中間有我們一位中學的教師 韓連珊 可能大家都見過他 平時在蘋果有寫文 之前講的這個桃園驗讀計劃時 他都大力反對過 其實我們都知道 這個節目每個星期都會有一個小時 和大家探討不同的議題 首先我們的節目既然叫五人子弟 韓老師既然你教英文 五人子弟究竟英文是甚麼 我也想不到你真的用這個表題做這個節目 五人子弟 其實英文都有句說話是差不多的 他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 都是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 do teach 是不是那個意思 就是說有能力的人就去做事了 沒有能力做事的人就去教書 那是不是呢 你覺得 為什麼會選擇教書呢 我想Alpha應該知道這句說話當中的 真的程度是多少 嗯 很多老師其實在我們心目中 大多數都是教學生 而不會真的自己去實踐一些社會事務等等 大學 中學等等那些東西都是 是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做老師或是大學或是中學都是一個象牙塔 躲起來關門讀書甚麼都不管世事的 以前的讀書人就是為了寒窗虎讀 就是為了考他的狀元 甚麼都不管 只是會寫八古文 其實香港現在教得差不多 就是給一般人的印象 就是說教書的教書先生呢 就只是教好書可以了 教好他的書 令到學生可以扶搖直上 這個拿到好的大學學位 然後一個好的職業 其實就是可能會忽略了教書 不只是教書裏面的知識 而是牽涉了很多其他的人生道理 是 如果說起中學教師 我想今年有兩個中學教師應該是全香港認受性最高 認受性最高 認受性最高 真是為人私表 一個就是吳美蘭 大家記得吳美蘭老師其實就是比利羅斯中學 是中學 是否唐英年 是唐英年就去中學宣傳政改的時候 這位老師真的是挺身而出 大聲疾呼七個字 我要有權選特首 即是博得全香港的掌聲 其實你覺得韓老師 這些老師在香港還剩下多少個呢 如果當時唐英年去你中學 你敢不敢站起來 唐英年所有的香港的政務官 怎敢來我學校 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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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我們學校一定是遭遇到我們對政策的反對 我們一定會比吳美蘭老師更激 這麼厲害 所以你在香港入境最前進最激進 又不敢說最前進最激進 我們是持有會的學校 持有會的神父收視 就是給教師和學生很多自由 都很贊成這個言論 連言論自由 民主開放的態度 所以他是不反對教師會 對批評政策 同時他指出 政策哪些不對 而是哪些官員做得不好 他是放膽給你們批評的 所以五少梅學校 我們連長毛都請來說話 那些同學會不會大聲叫好 完全叫好的 那些同學 當然我們都會告訴同學 看很多東西要兩面提 也要知道一些正面 一些反面的訊息 由學生去決定 所以吳美蘭老師那個舉動 那個舉動 那個舉操 其實在香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這麼多 他真的我們 我一見到那個新聞一出 我覺得 香港的教育有些希望 有些希望 除了吳美蘭老師 我也記得 另外一位在彩虹教書的老師 翁志明 他好像是一位患血癌的老師 他當時曾俊華 又是去宣傳政改 他也立刻又起鬧 立刻舉個超錯位派 告訴大家 這個政制是超錯的 不過說回來 其實可能也有很多家長 都會覺得 你的老師說這些話 這麼政治化 上課是不是也是教這些話 教人反政府 是不是誤人子弟 其實你怎樣看 老師講政治 或者老師帶學生去參與政治 其實政治 其實是眾人之事 我們不可以說 你又政治化 香港的官員 和一般不明白政治的朋友 就以為一搞政治 就是安裝 會令到學生不專心讀書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 怎麼會不觸及政治的議題 你不可以把這些政治議題 收集起來 然後不說就不存在 其實應該讓年輕人 知道有這樣的信息存在 當然你就不可以主導引領他 你要怎樣去思考 而要去取決哪一樣是正確 而是將不同的信息 展示給學生 年輕人看 然後由他們去分析 討論 然後作出他的決定 這個其實是一個思考的過程 這個思考的過程 就會訓練到學生 將來他面對一些議題 面對一些困境 面對一些社會上的爭拗 他會懂得怎樣去思考 懂得怎樣去取捨 所以在課室裏面 這些議題是秘無可避 特別是現在的通識科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說的議題 跟學生談談 會的 因為英文科是很自由的 英文科有很多不同的文章要看 也沒有固定的課文 所以不同的文章可以看 而剛剛那天有一篇英文的文章 是提及政改的 或者有一篇文章 是提及某一個政治議題的 拿出來大家討論一下 拿到報紙裏面也有些訊息 大家拿出來談 一路學英文 一路同時討論 一路同時分析那個議題 這個也最好 很多科目 那些同學沒有興趣 就是因為他完全不肌肉 譬如歷史、地理等等 那些好像不太關自己事 但其實歷史發生的事情 其實跟今天那些很相似 譬如正改 有一些比較堅持原則 又或者另一些 又有些妥協的情況 其實跟以前歷史很相似 譬如南宋 又主和派又主戰派等等 其實跟今天我們現在的 發生在生活上的事情 可以掛勾 其實同學會有興趣 其實關鍵也好看過老師 譬如我記得上中史課的時候 老師一提到南宋歷史 可能中學近代師都說 學校有主任說 老師上課不可以講政治 我們講回教科書 我想香港的中學 學校 無論是領導層或是科主任 中層領導 都不至於去到說 禁制老師在課堂上説什麼 通常都不會的 因為你哪裏能夠禁制這麼多 你難道 我攝錄機錄著 你攝錄著我講什麼 而且是老師在課堂裏面 用不同的政治議題去討論 去教書正義 是那些學生更有興趣 因為是當時發生的一些事 一些大新聞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個學習動機又會強 當然老師就不可以說 叫做洗腦式地灌輸一些知識 你不可以說 誰好誰好 你不要像曾蔭權走去 起鬧起鬧 一班官就走出去 起鬧起鬧 其實那是政治洗腦 我們就要指出給學生聽 喂 你們看完這一段之後 你們有什麼感受 你們會不會覺得 這班官的做法對於不同的